明天要放中秋連假 那看起來在今天 其實指數相對是比較亮縮光一點點 我要先請阿浩老師先幫大家看 因為這次沒有連假 明天放一天 後半場的台北股市即將迎接的是 連準會是不是要降一碼 或是降兩碼的一個啟動了 那有沒有一些關鍵的行情出現 其實今天台股感覺有一點點味道 好像在投票了 因為今天指數先行登上了月線 外資雖然轉賣 但是賣差不多 只有小賣20億元 投線連22賣 內資繼續的力挺喔 近上是連二賣 外資小小的增加空單水位 目前來到3.2萬口 不過因為至少 今天月線先行作戰上去了 而且下半週連準會的動向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補量 直接把月線反壓攻克的機會呢 其實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已經兩個禮拜沒有上這個節目了 我記得我上一次通告最後一天 剛好是8月份 收月K棒的那一天 可是那一天它就沒有收上去 是不是沒有收著這個紅月K 那時候提醒各位說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這個操作的節奏 那兩個禮拜過去了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這兩個禮拜過得好不好 但是如果說有追蹤好節目的 其實我們過去這兩個禮拜實戰 真的是滿精彩的 那我在這個地方 幫各位先理定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覺得接下來 我們中秋節回來之後 馬上FED 它要不要去開汽水或是開香檳 那其實我們坦白講 他們就是要拚這個總統大選 沒錯 美國的這個總統大選 所以其實我們先從架構 幫各位去點出來 到底為什麼前面那兩個禮拜 大家會這麼辛苦 那他們實際上又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叫做道瓊工業指數 其實道瓊工業指數 有跟各位去報告 你只要記住一個點 叫做405點 那你可以取整數 剛好4萬點 如果說那個4萬點 它能夠去守住的時候 1比1的對等漲點 至少從4萬再往上堆疊2400點 4萬2400點 那一定是創立時期很高 那實際上 我們過去的這兩個禮拜 其實道瓊工業指數 它就是再次回來 再測一次 這個405點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在過去這兩個禮拜 市場上非常非常的悲觀 可是就我本身的解讀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要營造一個名正言順 讓FED他們真正啟動 這個降息循環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非常名正言順 而且是一鳴驚人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要拼的就是 美國的總統大選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它回來其實做得非常非常準 剛好就是用8天的時間 8個交易日的時間 點到這個地方 接著 登登登 才3天而已 它距離創立時高點 只剩下52點了 不遠了 對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依照 我們在走的 這個劇本再去做一個演出了 那倒窮公衛指數之外 我覺得我們回歸到 我們觀眾朋友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畢竟那個是在地球的另外一頭 那各位 過去這兩個禮拜 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你一定會非常非常有感覺 因為平常大家在漲的時候 我跟各位去講 你沒有感覺 可是經歷過 像前面那兩個禮拜 我們簡單來講就是 二次股災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跟各位去講的這個 股價三部曲 它這麼樣的一個好用 我們簡單的跟各位去報告 其實在股票上面 我們先不要看後面 這後面我們先不要看 就簡單到只剩下一個指標 幫各位去判斷 你就可以去判斷出來說 錢應該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如果說用一刀 把它切下去的話 其實就是MACD 到底是在零走以上還是以下 記不記得我那時候有提醒各位 不要用自己的錢去幫人家解套 也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搭電梯的話 你可以不用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慢慢的爬 你可以直接去找 那些人家已經解套的股票 那個解套的賣壓 其實是每一次股災之後 每一個投資人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難題 所以把這個東西 再把它套用到我們的一個加權指數 其實你就不然解釋說 為什麼過去這兩個禮拜 大家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過去這兩個禮拜 MACD沒有問題 它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 但是有問題的是在什麼地方 有沒有發現 KD他用兩個禮拜的時間 在這個50上下上下 去那邊去做一個投票 那最後他投票 今天又重新再站上去的時候 那就簡單啦 接下來各位 忠修姐回來之後 你只要看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五周均線的這個反壓 它到底能不能夠去突破 如果這個反壓能夠去突破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準備好了 那往上再攻擊的那個力量 就會源源不絕的起來了 所以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叫做加權指數 也許用周K看一整年 你看不出一朵花 可是如果說各位 你堅持追蹤我們的節目 你也真的用一整年的時間 把所有的資金 就只放在這個多方式的股票 有時候你會想 意想不到的一個收穫 是 我就舉一檔 我們在過去這兩個禮拜 有追蹤好節目的 有一檔股票大家很熟悉 叫做4909的這個新復興 是 4909的這個新復興 你如果用 剛才跟各位去講的 MACD在零走以上 KD到50到80的 這一個方式去放的話 各位 它一年不到的時間 去年的10月23號 現在還沒10月 它才在21.5塊錢而已 但是經過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知道到上個禮拜五 13號星期五 它整整已經漲了7倍了 有沒有發現 一年漲7倍 對 所以其實不管 骨災一定會有 沒有那種 哪一年沒有過骨災的 但是骨災遇到的時候 才是真正考驗 你信奉的那一個操作模式 到底能不能夠經得起考驗 那當然遇到這種股票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種股票如果沒有 好的那個股價三部曲的話 你真的會買不下手 可是我們就以簡單的例子 幫各位去報告 在日K的部分 各位 8月1號是什麼日子 大家如果說有追蹤好節目的 應該都印象很深刻 8月1號就是 8月份股災的起跌日 那個時間點 你可以簡單的把它運用成 到底這一檔股票 它還有沒有套牢賣壓 那以新復興來看的話 8月1號 它那天的高點是123.5 那接著9月份 又出現了二次股災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一直是守在這個地方 它沒有什麼套牢的賣壓 那為什麼它可以 這麼強勢的守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MACD是不是一直都在零走以上 KD它就是怎麼樣 就是跌不破50 所以當你把資金 擺在這種地方的時候 是不是就上去了 那同樣的 我們不要說只有漲的股票 我們就以同觀眾朋友 最喜歡的一檔股票 不好意思 我實話實說 因為私底下LINE給我 大部分都是在問他 因為最近盤比較悶 大家都會覺得 全資股沒有什麼表現的空間 但至少今天鴻海盤中 有動 鴻海有沒有機會 對 我們不可否認 其實鴻海它是一家 非常非常棒的公司 真的棒到一個不行 你打遍全世界 真的找不到幾 你實力跟它一樣強的 可是就算這麼好的一個公司 我覺得我們是有選擇的權利 比如說8月1號的時候 股災的起跌點 它那一天是在205塊 那好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就去看有沒有解套了 對不對 它反彈上來 距離這個205塊還很遠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彎腰減算石 減算石減著減著 是不是又下去了 可是如果說你把R的 股價循環圖 把它倒進去的時候 MACD 從頭到尾一直都是在 零走一下 所以它是摸底的股票 你如果真的喜歡它的話 至少你要搶反彈 至少等到它突破 這個下降切線 再把資金放進去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少掉 你用自己的錢 再幫人家解套的這一段 不是說它不會漲 而是股價本來就有這三個階段 如果可以搭電梯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不用一層一層的爬上去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 鴻海他們家的一個股票 其實坦白講 他們家也有蠻多蠻不錯的股票 很多小兵很猛的 對 可是你要去看這一檔小兵的話 它是不是 這個架構到底對不對 比如說我就跟各位去報告 如果說製作單位有發通告給我 我都會把我的盤後懸骨把它放上去 那我在今天早上 我再把上個禮拜五 我的盤後懸骨把它補上去 這一檔就是3062的這個健翰 那3062的健翰 我們看兩個點 8月1號 股災 股災那一天 它的高點是多少 31.2 9月4號 那天跌了999.46點 二次股災的時候 你看它的點在什麼地方 在31.3 有沒有發現 所以有人在顧的股票 其實他們都做得很準 那當這個股災一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就兩根就上去了 為什麼 因為它MACD 是不是都在零走以上 它的KD 是不是從這個地方來到80 又從80再回來 又重新再站上50的時候 你看是不是兩根就上去了 所以其實 在這兩個禮拜過去了 我在我們的一個 我個人 如果有追蹤我的這個實戰節目的話 其實我們介紹了兩檔股票 其中一檔包括這個新日 這個新復興 那另外一檔就更兇門了 另外一檔 從9月4號的股災 到今天已經漲了快五成了 那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股票 其實有加LINE的 有加LINE的 有追蹤我的節目的 大家都知道說 這家公司還在虧錢 它怎麼 是標得最兇啦 你仔細去看 股價循環圖的那三個 其實它就是最上面那個 沒有套勞的賣 所以其實不管怎麼樣 操作股票其實越簡單越好 把資金放在對的地方 買會長的股票 那怎麼樣去買那些會長的股票 有跟各位去報告 我會把 只要我有上通告 我都會把我的盤樓選股 把它放在我們的記事本 把它放在我們的記事本 所以這一次也很難得 好久好久沒有這種中秋節 只放一天的 各位 你就利用一點點時間 掃描這個QR Code之後 你去按這個記事本 把我今天剛剛放上去的 這個盤樓選股 哪一些是已經解套 沒有解套賣押的股票 好好的去研究 大家一起加油 好 當市場都還在寄望 下班周列總會的降息 但其實很多中小型股票 他們是站在多方式的一個形態 其實已經壓不住了 率先先衝出去了 這些個股到底在哪裡 我們如何把資金 放在這些會長的股票 如果對阿老師的盤樓選股 想要做進不了解的話 可以在群組裡面 找到進步更多整理好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做盤面當中操盤的依據 謝謝囉